在三星山中,五個馬背都看得到 五個馬背都看得到 這個算土 這個算金 有人說它是木 因為木會再高一點點 那我是覺得它是算金 那這個是算水型 這個是算土型 有一個波折 那個是水型 來,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就是什麼 從那邊,葫蘆敦郡 水進來就在這裡 那你看它的水是怎樣 我剛才講過,要知居此何為貴 山豹水回 最愛它回來回去,必得是 那這裡沉澱之後再說 這裡是洗衣服的 這裡沉沙 那你看這個就是浴缸 不是,就是裡面有一個浴缸 那這個是做什麼用的 這個齁,就是一個大的水缸 水缸用一個碟子 那水靠在這裡 它就這樣流了 這裡會有一個竹片 啊,對對對 那這裡會有一個石的水缸 那水靠在這裡,它就自己流過 那裡面可以蓄水 這樣了解嗎 這是以前 那水就是從這樣子一直流 流過去 流這個,它流過去 裡面 這樣子了解嗎 那以前這裡是一個 後面的子孫 他們就蓋起來 這個是浴室 你就可以加蓋 其實以前是沒有浴室的 後面加蓋的 做一個浴室出來 然後我們往這邊走 這邊刻這個龍很漂亮 那也是刻一隻湖 龍邊,湖邊 這邊是龍邊 這顆一隻 這是它的槍孔 那槍孔為什麼要做那麼大 你們知道嗎 槍孔為什麼要做那麼大 第一個,你這樣子打 這樣子角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以前的槍 打完之後 還在通槍館 在買火藥 所以要站幾個人 站兩個人 或是三個人 所以這樣子才站得下去 站一個人不行 這是用意 那一定要後面到前面小 不然人家就可以丟手 所以這樣子打 那以前這裡還有一個土的地方 那這裡還會失手了 這裡就沒有辦法逃走 就躲在這裡 路要攻進來就可以打 這裡是個土隊 那這一間是 這一間跟對面那一間 是最重要的 單褲 就是這兩個是主要 因為這裡看過去就是什麼 客廳 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剛才 因為太陽大人 所以我沒有介紹 他的手臂是不是 客廳還伸出去 叫環保室的四合院 四合院是環保室 為什麼 因為他好像是母親一樣 包含不在乎 是他愛家的 是愛家 所以大上是這樣子 那我帶你們去看 最好看的鑽雕 我都有一個 交子檔可以介紹 那隻公雞 那我再帶你們去看 最重要的鑽雕 一個鑽雕裡面 它是沒有鑽雕 而且可以看到好幾個字 那你們從這邊走 我來北朋友 因為我這樣子 好像很多的鑽雕 都 récup吃那個 都是 大家